小男孩头顶一个苹果 下一秒 洋人直接开枪 小孩头上的苹果直接炸开 这便是清末时期真实影像 视频一开始 洋人向傅家子弟炫耀洋枪 傅家子弟不服气 拿着弯弓就欲相比 洋人提议让书童头顶苹果 以弓二人射击 本以为傅家子弟会愤然反抗 可下一秒他却笑了出来 其实在清朝 身份底下的人 早已被别人不当承认 洋人扣动扳机 巨大的响声响彻整个广场 小男孩本能的吓一跳 可他还是极力克制自己的身体 如果只要自己动一下 傅家子弟一生气 自己便会遭受一顿暴打 现在想要活命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一直保护活动 洋人又连续开了几校 小男孩早已表情麻木 如果洋人偏差一点点 小男孩恐怕已经云命 傅家子弟此时也被洋枪吓傻了 他动作僵硬难以置信 虽然不想输给洋枪 可弓箭的缺点很明显 不管是精准度 还是杀伤力 弓箭都输得一塌糊涂 在洋人射击完毕后 便非常有礼貌地向镜头敬礼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居然可以拿枪对准小孩的头部 表面斯文 内心野兽 下一秒 傅家子向镜头敬礼 可耻至极